保禄共發言做這個設計辦法 一定在9月30日來公布實施 為了報告保禄的基民 可以了解共發言做這個設計辦法 在這個實施了好對到保禄有什麼樣的影響 官民會特別基盤南道官的責任會 同時也聽出提供的意見給他看法 希望保禄共發言做這個辦法 在這個實施了好 可以警告負責保禄發展的訴求 為了實行官住民主題的大方向和目標 和保禄有警察官的主題反對保禄共發人組織設計辦法 是有精管的期待 它是一個給我們部落自治的最基本的一個公權力 如果沒有了公法人這樣的一個權利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部落做任何的一種生態保育 不論如何發展也好都會被外面人手質疑 那麼在質疑當中會減弱了我們部落自主發展 南道官政府官民局支出 保禄共發日組織設計辦法 已經9月30號正式公布實施 因為這項辦法的具體內容 和對未來部落發展的影響 也許有很多關注民憑不是很了解 因此 原民會以及南道官政府官民局 特別在南道官基盤作單位 就像官辦法內容 向部落代表作最寫水平 當時也希望聽出保禄基民 對這個辦法的意見更看法 那這個辦法原民會預定在9月30號來公布實施 為了要讓這個辦法在實施前更爭完善 那希望聽取部落意見領袖 他們提供的意見 來共同參與這樣的部落公法人組織的一個座談 然後能夠讓這個辦法未來能夠順利的一個推行 我們有這個民主意識 所以我們成立民主議會 現在在國家法令允許下 我們也成立現在的這個部落會議 然後我們本身有一個文化發展協會 這三個單位一直在呈現的就是 怎麼利用現有的法令來突破現有的窘境 所以唯有我們現在把這個公法人通過之後 我們才能展現自主 才能展現這個蓬勃的文化發展 這是我個人看法 我覺得樂觀其成 部落公法人組織設立辦法 將正式公佈實施 在作單位中出色的部落代表大都所 是表示六觀既成 他們經期待未來可以在部落主體議室 跟文化發展方便 就由部落公法人組織 帶來更加好的保重 記者王教成蔡宏報道